大家好 我们沙里的狗被野猪给咬伤了 就在刚刚不久 廖首干海爷上这边山坡上去找去了 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 我今天把Holly也给带过来了 这个狗啊 它好像尤其不能坐车 就是感觉很难受一样的 但是这个狗下了车就好了 今天我要进山抓鸡马 所以我说我要早点过来 然后跟大家汇报一件事情 我们沙里面的这个 就二区这边又回来了不少鸭子 就是这种鸭妈妈带着小鸭子回来的 哈嘞 来 你看她每次坐车 她就流了个烤水 走吧 你跟我一起走吧 走 好多人都知道我们这个地方是山山 所以我姐最重要的说 去年来我是养了两拨鸭子 就二区是240只 然后四区是850只 因为二区的鸭子会 比四区的鸭子会提前一个月来 所以我是先抓完了我们二区的鸭子 然后我们再抓了四区的鸭子 到今年的1月15号 我已经抓完了两边所有的鸭子 然后来到3月的时候回来了一只 但是这两天呢就是连续不断 接二连三的 我们那个二区这边又回来了四拨鸭子 都是这种鸭妈妈带着小孩子 带着小鸭子的 我现在过去那边给大家看一下 哈嘞我们找了来 来我真的怕这个狗啊到这个山里面 拜什么都可以咬掉 走了走了走了快点来 这边还剩下两窝鸭子 都是鸭妈妈带着的 就有一窝有七只嘛 然后昨天跟前天各死了一只 然后另外一窝呢就带了两只回来 然后还有一窝呢 它是到我们这个家门口这个位置 就能搞给咬掉了 是也是我们后面才发现的 所以我们估计啊还会回来一些鸭子 我现在在那去看一下它们生活的区域 根据我的推测 它们应该是生活在这一片山区 大概我现在手指的这一片范围里面 就是我我估计里面还会有很多的鸭子 就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 我们的养殖区啊是才四驱是在最里面的 就是四三二一就这么排的 我这个位置是一驱 然后呢如果是在二三四驱 就是这个里面就是躲了鸭子的话 我们总会有机会就是碰得到 唯独就是这个位置 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进去 因为这个地方呢就是到山那边的话 还有个两里的这样的万一的河道 还有这种密林区 我曾经在这个下面就碰到过那个白头蛇 我还拍过照片的 所以我们出于安全考虑 我们自己都不会进去 然后呢这个地方长年也没有人到这个里面去 所以他唯一可能生存的地方就在这一片密林这个里面 他可能是在外面就是孵化了这种小鸭子 然后呢 呃他可能会受到一些动物的攻击 他感觉没有能力去保护他们 然后又把他带回到我们这个二驱里面去 所以大开的一个原理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分析 这个里面真的还会有不少鸭子 但是没有人敢往里面走 呃我们现在我们四驱那边也回来了鸭子 我到里面那边去给大家看一下 二驱这边应该还有400多只鸡吧 去年6月13号进来的 大家说就是让我自然呼化小鸡嘛 所以我想尝试一下 但是根本就没有多少鸡蛋 你听 在那边 有听到那个生的鸡蛋的那个母鸡的声音 待会喂食的时候我再给大家看吧 请问呢我是开着车进来的 这路上太远了 我不想走路 然后我们这边回来了一只鸭子 我看一下能不能找得到了 因为他经常有时在这里 有时不有时不在这里 我也搞不清楚他在哪个位置 这边不近了 不知道去哪个地方了 因为我们过年的时候呢 这边也抓了一些鸭子 呃然后呢 因为他在他生活的区域啊 我估计他们之前生活在这个里面 但这个地方比较陡嘛 所以他们不适合之前鸭子生存 所以基本上 都回来了 然后我们基本上已经清零了 所以呢 那边 那边我估计 二区那边 他那个地势比较平坦一点 那个地方我估计会 那种供鸭子啊 这种鸭子应该还比较多 我们现在去那个二区那边 我去见下山里面 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鸡蛋之类的 我去找一找 给大家看一下收获 这我刚刚找到的 哇 这张不好找 这有多少枚啊 一二三 七枚 一十四枚鸡蛋 哇 一枚鸡蛋就够了题了 这边一十四枚 哇这条我不敢紧 这边太陡了 你看没有 然后 我让鸭叔过来姐 我们鸭叔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我看一下那个狗有没有事 马上也要喂鸡 哇 我我从那边过来的 那边过来一直没找到 我就在这里找到了 我应该这些地方还有吧 我看到时候还有没有 有错误了 你的 这草都不接了 完了 草都丢了 那是我一手带来的狗 现在还要回来了 马上开始要喂鸡了 一十四大 一十五大 一十五大 老师 你要一下 要不得到那一小大 要得要得 要得 要得 哦 应该删的多少岁要大 小岛 我刚才多少岁要脚 我刚才说 多少岁要不可以 哦 这位我们来左右来看看 要得 来 你看这个 这么好的鸡蛋 我们现在在喂鸡了 以后喂鸡我们都喂到这个位置 然后方便他们上的更开 刚才我们在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找到了鸡蛋 所以我怀疑这个整个这个山体里面有很多鸡蛋 我这两天会过来一趟 我看一下能不能够 捡一些鸡蛋回去 然后我很期待 他们就是过些日子 会回来很多小鸡仔 对吧 好了 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对王胖的支持 然后我们现在要 呃 要做饭吃 做完饭吃 后来我们开始要抓鸡了 啊 字幕 李宗盛